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前192年 也就是汉徽第三年 正在宫中的已经47岁的吕智吕太后 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于远方的求爱信 发信人是一位来自于草原的猛男 他的名字叫莫独禅语 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不会觉得陌生 他曾经用响剑训练他的一万亲兵 他的响剑射到哪里 他的亲兵的剑也必须射到哪里 第一次他是用他的马做实验 他一只响剑射向了他的马 有的亲兵们犹豫没敢射 他就把这些亲兵们杀死了 第二次实验是用他的爱切 他一剑射向他爱切 没有放剑的亲兵也被他杀死了 第三次就不是试验了 他一剑射向了他的亲生父亲投漫蝉鱼 随后他亲兵的那些剑也都射到了 他就这样登上了蝉鱼的位置 大家总听到说蝉鱼 那么蝉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蝉鱼呢就是天子的意思 据史记记载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 所谓夏后氏呢就是夏朝王族的后裔 是夏王杰的儿子带着夏王杰的妃嫔们 就是他的那些后妈们逃到了草原地区 又与当地的人相互融合通婚 最后形成的匈奴这个民族 莫读蝉鱼呢是匈奴的第二任蝉鱼 这一年他42岁 他确实给吕后写了封情书 确实是一封求爱信 信的内容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是说呀 我呢就是一个相伴老 经常在咱们两国边境上徘徊 特别想到贵国的境内去溜达一圈 我知道您已经丧偶行单影只一个人担着呢 我呢恰好也是一个单身狗 要不然咱们两个人凑一块 互通有无 你觉得怎么样呢 吕后收到这封信以后是气不打一处来 觉得这是对他的一个极大的侮辱 吕后想 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是47岁 少华不在 但我毕竟是一国的太后 你莫独禅于就这样随随便便的提亲 你置我的尊严于何地 你也太轻视我了吧 整封信中说了这么多的废话 却一句没提聘礼的事情 到底我吕后只几头羊几头牛 你莫独禅于家里头到底有几个矿 有没有存款 你不是想让我坐在牛车上去哭吧 你这些事情都没有说清楚 就居然敢向我提亲 你这简直就是在耍流氓 你跟我耍流氓 你也不问问我老公是谁 那可是当今天底下最大的流氓 我老公做流氓的时候 你莫独禅于还在评选五好青年 我吕后这辈子见过的流氓 疲你莫独见过的牛羊都要多 吕后是越想越生气 于是呢就招来群身商议 这事该怎么办 他的妹夫樊快马上就站出来说 说太后你给我十万精兵 我马上就去荡平他的草原 旁边的纪布就问樊快说你今天是不是洗澡了 樊快说我好几年没洗澡了 今天倒是洗了个头 纪布就说难怪你脑子里浸了这么多的水 你难道忘了当年白灯之围吗 当年咱们的汉王带着四十万大军 仍然被莫独禅于围在了白灯城 那时候你也在场 怎么没见着你率领十万大军荡平雄奴呢 纪布这么一说樊快就只好闭上了嘴 纪布还没完进一步向吕后觐见 说太后我建议您就让您的妹妹做寡妇吧 这个樊快该杀 吕后制止了二人的争吵 细想想确实自己现在国力不济 不足以与凶独作战 于是呢他就命人修书一封 告诉莫独禅于 说我现在已经是年老色衰 牙都掉的差不多了 走路呢也颤颤巍巍的 像我这样实在是不足以事后禅于 我这呢有一辆马车还有几匹宝马 都是我平常用的车技 我就一并送给蝉鱼 望蝉鱼多多见谅 反正这信呢写的是非常的卑微 不久以后就收到了莫独蝉鱼的回信 这封信与上一封大为不同 口气变得非常的谦卑 而且主动的向吕后承认错误 说我上一封信写的实在是无礼 我没有考虑到贵国的风俗 请求太后陛下原谅 随信呢又回赠了很多礼品 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这么过去了 两国并没有起任何的争端 而且呢从那以后 汉兄两国呢又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这样就为后来的文景之志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刚才我在讲这个故事呢 加了一些演绎的成本 其实史书上记载的呢非常简单 就是莫读禅语写了一封求爱信 言语轻挑 吕后起初是非常的生气 后来听从了继部的建议 回了一封非常谦恭的信 这样就避免了两国之间有可能爆发的战争 对于李治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 后世的史学家们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他能够不计较个人的荣辱 以大局为重 避免了汉兄两国之间的战争 这点呢我也完全同意 大家在读史书或者听别人讲历史故事的时候 如果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梗概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获得了这件事情在历史方面的知识性 但如果你能进一步再问一个为什么 那历史的趣味性就呼之欲出了 比如说如果你问莫独禅瑜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他是喝多了就想调戏妇女耍流氓了 或者他就想借这件事情调起两国的争端 那如果他真这么想的话 吕后不管怎样最后是拒绝了他 那这样不是就给了他一个充足的理由去发动战争吗 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 反而写了一封信向吕后道歉 他真的突然才发现他的第一封信写的如此唐突 如此的违背中原人的风俗 如此的没礼貌吗 如果说后来是吕后那封态度谦卑的信 使得莫独禅瑜受到感动而幡然悔悟的话 那这么想是不是把莫独禅瑜想的太简单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有关历史的文章都会犯类似的错误 就是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 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君王 他们不可能是简单的 就是这个莫独禅瑜在他统帅雄奴以后 向东灭了曾经奴役他们的东湖 东湖的大部分呢 后来就归入了雄奴 只有一小部分向东迁徙 形成了后来的显卑和乌痕 还是这个莫独禅瑜 打败了东湖以后 又向西扩张 打败了大肉汁 把大肉汁一直往西赶 后来大肉汁中的一部贵双部进入了中亚和印度北部地区 建立了贵双帝国 可以说贵双帝国的建立始作俑者就是这个莫独禅瑜 这样的一个草原霸主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人呢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 其实这就是一种试探 因为那时候大汉天子刘邦已经驾崩 莫独禅瑜很想知道 现在新任的掌权者吕后 对汉雄关系的态度 他是想战呢 还是想和 当年莫独禅瑜在白灯围住刘邦以后 经过外交斡旋 最后两国之间是达成了协议 成了兄弟之国 互不侵犯 刘邦年长为兄 莫独为弟 现在刘邦死了 吕后上台 莫独禅瑜很想知道 吕后对这个合约的基本态度 所以他就写了这封看似无理的信 如果吕后本意就想战的话 那这对于吕后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两国就会重新开战 而如果吕后不想战想和的话 通过这封信也能够试探出来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那么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太冒险了 会不会严重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本来两国可以不用开战 但是这封信却激怒了吕后 最后导致两国开战 这样就有备于莫独禅瑜的初衷了 我想啊 其实莫独禅瑜早有对策 他非常有把握 不会发生他不期望发生的事情 如果吕后真的动怒愤然发兵的话 莫独禅瑜完全可以再写一封信 向吕后做一个完美的解释 他会提到两国签订的和平条约 提到刘邦为兄他为弟 而刘邦驾崩以后 刘邦的妻子按照草原的收纪婚制的风俗 作为弟弟的莫独禅瑜 有义务必须取他哥哥刘邦留下的遗孀 所以他可以解释 这完全是依照他们草原的习惯 并没有冒犯之意 游牧民族的这种收纪婚制 对于中原人而言是非常的令人难以接受的 但是在草原 这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 草原的生存条件恶劣 如果家中的男人死的话 那么他们的女人和孩子 可能就会因为失去了依靠 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绝地 这时候做兄弟的就有义务 把他的嫂子或者弟妹娶到自己家里 包括他们的孩子 这样的话也算是给这个女人和孩子留了一条生路 不光是兄弟之间 父子之间也存在着这种收纪婚制 当父亲去世以后 儿子会娶了他所有的后母 除了他的生母以外 中原的人会认为这有伤风化 但是对于草原人来说 总不能让这些女人孩子们冻死饿死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双方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并没有谁高谁低之分 据史书记载 那时候的匈奴正在忙于在西域扩张 所以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南方边境 他并不想与汉朝作战 所以如果汉朝真的出兵的话 莫独禅瑜也一定会以各地风俗不同的理由 告诉女后他只是想尽一个兄弟的义务 并无冒犯之意 这样两国肯定打不起来 而莫独禅瑜也示出了女后的态度 这就是为什么莫独禅瑜会在第二封信中 马上就承认错误 说自己没有考虑到中原的风俗 对吕后多有冒犯 他这时候提到风俗 绝对不会是他才知道的 而是他早就知道 这不过就是他为自己留的一个后手 而且我也觉得 也许吕后在看到禅瑜的第一封信的时候 就有所察觉 因为他也可能不相信 莫独禅瑜会写这样一封无礼的信 这样存心找事 背后肯定有更深的意思 他召集群臣来商议 也许只是想看看群臣的态度 而当他收到莫独禅瑜第二封信的时候 他应该已经完全明白了莫独禅瑜的用心 两个人心照不宣 吕后不想打仗 也打不起 当时经过了秦末战争 楚汉战争 以及平定义姓王的战争 这时候全国的人口已经减少了十之七八 整个国家是元气大伤 所以吕后和之前的刘邦一样 一直奉行的是黄老之说 主张无为而至 清谣伯父 大家经常听到姚义 其实呢 姚跟义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姚指的是农民无常的为政府打工 而义呢 通常指的就是兵义 农民服姚义一般都是在农贤时候 统治者也非常清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以农为本 他们不会在农忙的时候占用农民的时间 如果这时候因为修建什么工程 一定要占用农民的时间的话 那皇帝是要给农民配钱的 汉惠帝执政是七年时间 吕后临朝称制是总共八年时间 基本上这十五年的时间 都是吕后主导着整个政局 而在这十五年期间 没有与他国爆发一场战争 除了兴建了一个长安西市 这么一个大型工程以外 没有启动任何大的工程 不打仗了 兵义自然就少了 没有那些大的再建工程 姚义自然也少了 青壮年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待在家里头安心生产 或者安心造小孩 这样土地的产量就会上升 而人口也慢慢的开始增加 除了姚义以外 农民另外一个负担就是赋税 赋税一般指的就是来源于土地的收付和口付 口付就是人头税 吕后执政期间恢复了十五税一 这个比例大大的低于秦朝和刘邦执政的前期 老百姓不用服那么多的姚义 可以专心生产 税付比例呢 又大幅调低 这样呢 百姓手中就会有了些鱼粮 一旦遇上什么灾年荒年的 至少还有上一年的鱼粮可以度日 最不济到其他的村子也能要口饭吃 除此以外呢 吕后还废除了一些秦朝的严厉的法律 在秦朝的时候 民间只能收藏一些医书啊 或者农业方面的书籍 其他的书老百姓是不能够拥有的 而到了吕后时期 这个恶法就被废除了 吕后还消除了对商人的种种歧视 在这一点上 他做的比他的老公刘邦要好得多 吕后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制定一个什么 远大的发展战略 他相信无为而至 相信治大国如烹小仙 他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 其实就是三个字 不折腾 其实啊 大家想一想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 如果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时候 知道不干什么也是一种选择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结果有可能是进 也有可能是退 而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 至少能让自己保住底线 吕后最让人诟病的 除了欺负人以外 恐怕就是说他大封吕氏为义姓王 同时呢 又杀了很多刘家人 咱们先说他封了很多吕氏作为义姓王 实际上吕后只是在他临朝称治的初期 封了他大哥吕则的儿子吕台为吕王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封吕氏为王 只是封了一些猴 包括他的妹妹也给封了一个猴 一直到了公元180年 吕后才又封了他的侄子吕璐和吕通为王 而就是在公元180年吕后驾崩了 所以他最后时期封王 就是因为他预感到了吕氏将要受到威胁 所以他迫不及待的开始大肆的封王 在之前在封吕氏为王这一点上 他一直是非常的谨慎的 吕后封吕氏为王 在当时并没有闹的天怒人怨 相反呢 却是得到了以陈平周博为首的 封配功臣集团的默许 甚至是支持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吕后封吕姓王 动的是刘家的蛋糕 并不爱功臣集团的事情 在功臣集团那些人看来 这是刘吕两家之间的利益分配 与我何干 所以他们也是乐见其成 咱们再说说另外一条罪状 说吕后杀了很多刘姓的后人 吕后杀没杀刘姓后人 当然是杀了 这一点的无容置疑 前面已经提到欺负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 就是被吕后所杀 刘邦总共有八个儿子 大儿子刘肥当时被封为齐王 他也曾经得罪了吕后 但是呢 他还算十雀 把自己的一块封地呢 送给了鲁园公主做汤墓衣 而且遵鲁园公主 也就是他的妹妹为太后 齐王的太后 这样他的妹妹就成了他的妈 但不管怎样 吕后并没有杀刘肥 刘肥最后是病死的 从一件事情上就能够看出 吕后并不想杀这些刘姓诸王 这件事情就是吕后 让他们吕家的女儿 嫁给了刘姓的各王爷 做他们的王后 这实际上是一种拉拢 因为吕氏的女儿嫁过去 肯定是王后 将来生的儿子 肯定是嫡子 是继承王位的 那么这些下一代的王爷 自然就与吕氏有了血缘关系 吕后是想通过这种手段 把刘、吕两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就像当年他与刘邦结合在一起一样 如果他真的想杀这些刘姓诸王的话 何必要让自己家族的这些女孩们去做寡妇呢 但是事与愿违 没想到他主导的这些婚姓 最后却样成了两起悲剧 一起悲剧呢 是刘邦的另一个儿子叫刘友 他也被迫娶了吕氏的女儿为妻 不过他并不宠爱她 最后这个吕姓的王后一生气 就向吕后告发她的丈夫刘友意图冒犯 吕后一生气就把刘友关进了宫中 最后竟被活活的饿死 刘友之死确实是与吕后有关 这一点也是无容置疑的 刘邦还有一个儿子叫刘辉 他也是被迫娶了吕姓的女人为后 他也不喜欢这个女人 不知道为什么吕氏的第二代都如此的不堪 这么不招人待见 刘辉依然宠爱她以前的一个宠妾 对她的新王后是爱搭不理的 结果这个新王后一怒之下就堵死了她的宠妾 更没想到的是刘辉是一个情种 她看到自己的爱妾被堵死 悲痛不已 自己也殉情自杀了 这笔账最后也是算到了吕后身上 但是呢 我觉得这多少有些牵强 这个账其实应该算到那个吕姓的王后身上 吕后顶多承担一个领导责任 刘邦最小的儿子叫刘健 后来病死了 但是并没有留下嫡子 只有一个他与侍妾生的儿子 后来就继承了王位 吕后可能对那些庶子们有天生的反感 所以他就让人杀了这个庶子 这个庶子应该算是刘邦的孙子 所以这笔账应该算到吕后身上 汉惠帝驾崩以后 因为汉惠帝与张皇后并没有生下儿子 所以呢 吕后只好拥立汉宪帝的一个庶子叫刘公的做了皇帝 同时 吕后也杀了刘公的生身母亲 后来刘公稍稍长大以后 知道了母亲被杀的详情 曾扬言长大以后他要杀了吕后报仇 这件事情后来被吕后知道 前少帝刘公就被废除 后来被秘密处死 这也应该算是吕后所杀的刘氏家的人 其实吕后对刘氏诸王经常采用的手段还是拉拢和削弱 吕后后来封了很多的王 其中也有很多是刘姓王 也是吕后封的他们这些封地都是从那些老一辈刘姓王的封地中去取 东搁一块西搁一块 但是呢 有一点吕后做的确实有些过分 他薅羊毛是逮着一只肥羊使劲的薅 这只肥羊就是齐王刘肥 齐国地大物博 非常的富属 刘肥又是刘邦的树长子 辈分也很高 所以吕后就经常的想办法削弱他的封地 刘肥后来被薅得差不多了 自己就得病死了 他的儿子刘湘继位 依然是被吕后摁住了薅羊毛 这就难怪齐王葛忧 而不对是齐王刘湘成了在吕后去世以后逃吕的主力军 他实在是被耗疼了 吕后确实杀了很多的刘姓王 封了很多的吕姓王 吕姓侯 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注意到了 所有的这些争斗都只限于那些既得利益的高层 就是都是统治阶级上层的一般争斗 是他们之间蛋糕的分配 与百姓无关 而吕后执政期间的历史功绩 就是他给了当时天下的黎民百姓开辟了一条活路 这一点后来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给了吕后一个功润的评价 他是这么说的 高厚女主称制 正不出防护 天下嫣然 刑罚喊用 罪人是息 民物加强 衣食资职 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公元前180年 也就是吕后八年 这是吕后执政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的三月份吕后像往常一样去屋外去祈福 在回来的路上突然遇到了一只像野狗一样的东西扑向吕后 咬到了他的腋下 吕后回到宫中以后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 于是呢 就请人来坐步 算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这个人居然算出说这只野狗就是已故的赵王刘如意的化身 是他扮成野狗来复仇的 吕后并不以为意 而且呢 当时伤的并不重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在意 没想到四个月以后 也就是公元前180年的七月份 病情突然发作 十天以后 吕后驾崩 那么吕后真的是死于鬼神作祟吗 是刘如意冤鬼复仇吗 根据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 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吕后是死于狂犬病 首先第一点 当时吕后被咬的时间呢 是在三月份 而这个月份呢 正是猫狗的发情期 也是狂犬病的高发时期 这时候带有狂犬病毒的狗 更具有攻击性 在其次呢 狂犬病有一个很主要的特点 就是他的潜伏期比较长 可以长达四五个月 而发病期却非常短 可能几天时间人就死了 而吕后从三月份被咬 一直到七月份去世 其中也正好是间隔了四个月之久 正好是符合狂犬病的潜伏期 而发作几天以后 吕后就去世 也符合狂犬病的特点 第三 据史书记载 在吕后发病的最后阶段 呈现出了一种叫腰象犬型的症状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 古人认为当时吕后是恶狗附体 有一些类似于狗的行为 这也是狂犬病的主要症状之一 所以综上所述基本可以确定 吕后是死于狂犬病 吕后驾崩以后 就爆发了所谓的猪吕之乱 实际上应该叫做猪流之乱 吕氏的族人失去了吕后这个主心骨 再加上他们中间又出了像吕露这样的猪队友 所以在丰沛功臣集团 以及刘氏诸王的联合绞杀之下 吕氏族人甚至是与吕氏有血缘关系的人 全部被诛杀 最终的获利者是以陈平周博为代表的 丰沛功臣集团 他们最后选择了一个低调 而且对他们威胁最小的大王刘衡 做了下一任的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 平定猪吕的时间正好和现在一样 也是在正月份 在这个月的15号 也就是正月15 汉文帝颁旨普天同庆 来庆祝这个清除了猪吕的伟大胜利 这也就是正月15元宵节的起源 原指的是正好是正月 而且15这一天也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月圆之日 萧指的就是晚上 因为这种庆祝活动是在晚上举行的 元宵节后来又被称为上元节 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节日 所以在此呢 我也想预祝大家 元宵节快乐 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正月15 初登大宝的汉文帝刘衡可能并没有心情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 因为在此期间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 他先后失去了他的代王王后和他与王后生下的四个儿子 他的这五个至亲的人就这样消失了 在史料中也蒸发了 没有他们的姓氏 没有他们的名字 也没有追风的封号 他们是怎么死的 这又是一个谜 或许这时候汉文帝很想知道 在这场只有狼才能够取胜的人类最高的权力的角逐场上 他现在是应该仰天长笑 庆祝他的胜利呢 还是低下头来 甜甜他还在流血的伤口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富安克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